這是真的兄弟們 無級別憤怒 光輝 堅固 我給你們搜一下 70級的裝備恐是又多一個的 無級別 憤怒 呃 笑禮 呃 放下 流云 凝滯 光輝 破甲 水清 這個腰帶當時賣了28萬 是個破甲 這個光輝的話 呃 跟破甲差不多 算是同一個 呃 同一個等級的東西吧 但這個東西是非輪造的 你們知道吧 不能龍鏈 這個東西是輪造的 它可以龍鏈 雖然那個 右邊的它爆了20點氣血 但是它防禦少了11點 這個是可以龍鏈的 能造的是可以龍鏈的 這個非能造的是不能龍鏈的 所以說價格肯定比它的高 這是去年9月份成交的 三兩個 所以你說呃 有點那個 屬食是由老闆買的 屬食是由老闆買的 70級價格這麼牛逼 總體多的不多 這15段 總體一個幾十萬的裝備的來說 說實在話15段也就是兩三萬吧 15段也就是兩三萬吧 這麼貴的的裝備寶石其實都不是啥那個的 這個如果說被別人買了 絕對是17萬打底的 如果說是買加買了的話 絕對是17萬打底 所以說兄弟們有時候別看不起70級的裝備鑑定了 也是能逆襲的 為什麼這麼貴 我跟你講首先69的玩家 他腰帶 你如果說裝備是多特技的話 無級別特技的話 你就算買個 無級別 130的無級別效裡頭 對吧 那你沒有憤怒 無級別憤怒來支撐的話 你沒法放那麼多的特技啊 本來69的憤怒來的就比較不容易 對不對 那他只能要無級別憤怒 有些人是在80級無級別憤怒 那他這個還多一個特技 所以說價格很貴很貴 光輝沒啥用 那我就不懂該咋和你說了 光輝是一個團隊必帶的特技啊 光輝流於凝滯放下 破甲 這些都是團隊必帶的特技啊 野獸不值錢 那如果野獸的話就不怎麼值錢了 恭喜老闆